我就說 這不是紅紅的 這還要出現 過年四天台鐵人力不足 退休人員緊急支援 針對休假的員工 台鐵一號 激發礦質通知書 一共有三百多份 完全是有問題的 因為第一個 我們這個依法休假 不管是依據勞基法 37條39條 還是我們台鐵局的工作規則 其實都是不需要請假的 就是換句話說 國定假日出勤 其實是雇主 他要先問過我們員工 有沒有意願 台鐵產業工會不滿痛批 台鐵局未依勞基法規定 國定假日公務員也能依法休假 但台鐵回應 員工享有公務員權益 是依公務員服務法懲處 台鐵局的員工 一進來就有具備這種使命的 所以我們是希望他依照 這部分來出勤 而且這個出勤 我們也是依照公務員的法令 跟公務員服務法相關規定 來辦的 台鐵強調 即發礦質通知書後 給員工三天申訴期 審核後 礦質確定 續發核定表 再召開考程會 最後懲處 14天完成 而依公務員服務法 礦質四天 就予以免職 目前就是有一些風聲消息說 就是可能會懲處 台鐵局是公務行政機關 他絕對不會有針對性 陳主結果尚未出爐 但台鐵勞資雙方互不相讓 台鐵產業公會也決定 9號中午將號召成員 聚集總統府前抗議 表達不滿訴求 記者楊綺號 大王月方 台北報導